父亲以五块钱的价格 做鬼算命的盲眼石先生领道 赵老头摸着我的脸 半赏说 我急眼了 本来因为我父亲把我从学校拽出来就很生气 再加上老头说我放肆我妈 我妈可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此时的我委屈的哭了起来 同时心里对这个老头更加讨厌 眼看生意就要泡汤 父亲狠狠的踹了我一脚 为了给家里节省口粮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硬是把我留在了瞎老头家里 我想不通为啥偏偏是我 自从妈妈去世后 父亲又找了个后妈 还带着两个小兔崽子 每天都是我干最多的农活 那两个小兔崽子只知道玩 就连吃饭都赶不上热乎的 还要被后妈教训 难道就因为我是没妈的孩子吗 就这样 我拿着棍子的一头 他拿着另一头 我们出发了 半路遇到一群熊孩子 嘲笑我为瞎子领道 我抄起家伙就准备动手 这时却被老头拦住 他不但不帮我 还说 我很不服气的扔下手里的家伙 我并不认同他说的话 只是如果我真的和他们打起来 老头肯定不帮我 我是会吃大亏的 于是借坡下驴 带着老头继续赶路 没多久我们到了一户农家 老夫人想让老头算算 在外当兵儿子的官运 老头听了对方的生辰八字 赶忙说 好命啊 命里有贵人相助 当听说 妇人的儿媳生了个女儿后 又神神叨叨的问着对面的女人 你身上是不是有颗红痣啊 女人害羞的点了点头 老头连忙说 这贵人就是家媳妇 老夫人高兴的直呼 神了神了 这从儿子结婚后 回到部队就连升两级 再次出发 我看到了一位背着柴火的女人 她很像我的妈妈 我伤心的哭了起来 我看别人都称她活神仙 我也想让她帮我找妈妈 老头却说 我妈早死了 变成了鬼 我生气的反驳道 老头却依然在旁边叨叨 说我妈死了 我爸娶了后妈 不要我了 还要我叫她爷爷 我扭头瞪着她 心想 说我妈坏话 还想让我叫你爷爷 没门 被父亲每月以五块钱的价格 租给算命的石先生 充当人形导盲犬 你们别看着老头眼睛瞎 但吃饭却一点不含糊 这筷子就跟长了眼睛似的 好吃的愣是都抢走了 我是一点也没吃上 生气的我 趁着他说书的功夫 偷偷把他的导盲棍藏了起来 我以为 没了棍子 他会对我好些 可到第二天 我发现妈妈留给我的文具盒不见了 老头邪魅一笑 我明白了 我拿出藏起来的导盲棍 果然 老头也从腰包掏出我的文具盒 我再也忍不了这怪老头了 半路我提出要上厕所 臭味熏得老头背过了身 趁此机会我逃跑了 回到家 看见妹妹在洗衣服 拉起她 就去了学校和小伙伴玩 可高兴了还没一会儿 我爸就找到了我 拉着我就去老头家里 他抄起鞋底子就抽我 后妈还在一旁起哄 我疼得叫喊连天 老头看不下去了 父亲这才停下了手 这天 老头给一个酒病补一顿农妇 找到了病根 我趁他们对老头赶天泄地之时 拿走了桌上的一块糖 可刚出门 老头就伸出了手 要我把糖浇出来 我只好不情愿地浇了出去 老头居然直接把糖塞进了嘴里 边巴唧嘴 边要挟我叫他爷爷 还说要是叫了爷爷 就把算命的本事交给我 在这食不果腹的年代 有门熟益 这辈子都不愁了 我才不信呢 因为我妈妈生前说过 只有好好念书才有出息 一户办丧事的人家 主家知道老头会说书 便把我俩请了过去 吃完饭我就睡觉去了 老头就在外面说书 忽然院里一阵骚动 有人喊着 我想都没想 就跟大家一起跑了出去 终于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有人说 石先生还没出来呢 虽然我不喜欢他 但也不能扔下他不管 此时老头已经吓坏了 听到我来了 伸出棍子就赶紧让我带他走 我也好奇 网屋里一瞧 这哪里是炸尸啊 明明就是垫棺材的砖头掉了 我在低头一看 老头已经吓得尿了裤子 原来他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 经过这件事 我对老头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让我开启了石先生的玩笑 先是骗他说前面有勾 后又引他踩到牛粪 边打边闹 我俩关系好像慢慢好了起来 过河的时候 我不小心划破了脚 石先生赶紧从衣服上撕下布条 紧张地给我包扎起来 看得出来他很担心我 为了避免伤口感染 他主动背起我过河 我在后面给他指路 他告诉我 以后见了失明的人 不要叫他们瞎子 而是喊盲人 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 却能用心感受世间的人情冷暖 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吃饭的时候 石先生的筷子还是那么厉害 不过这次 他把鸡蛋全部给了我 回去的路上 我们又遇到了那群熊孩子 一边说难听的话 一边往我们身上扔石块 我谨记石先生的话 没有和他们起冲突 可这次石先生却看不下去了 举起手里的棍子 吓唬这群熊孩子 可没想到熊孩子们找来家长 把我俩揍了一顿 解了恨才离去 石先生见我受伤 拉着我就去讨公道 村长见我俩受伤 二话不说 为我俩主持公道 在村长的帮助下 小伙给石先生深深的鞠了一躬 并当着全村人的面 请求石先生的原谅 回到家里 我问石先生究竟会不会算命 他说 谁会算 老天爷会算 我又问他 为啥知道那女人身上有志 他说 他长得没长得谁知道 说他是个贵人 那是为他好 说他是他丈夫的贵人 公公婆婆就对他好怕 我们算命的 就是替人解心移 不谈上个事 谁找你算命的 我想了想 原来算命也可以改变一个人 于是我答应了石先生 收我为徒 虽然我没有喊他爷爷 但他也不再勉强我 之后只要有时间 石先生都会教我说书弹琴 我们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可当我俩路过一个山坡时 我再次丢下了导盲棍 任凭石先生骂我白眼狼 没良心的 可我管不了了 因为我看到了我母亲的坟墓 悲从心来 痛哭流涕 我真的好想我的母亲 如果母亲还在世 该有多好啊 第二天 石先生却拉起我 把我送到了学校 并把他所有的积蓄给了我 让我好好念书 不要辜负母亲 久违的书声让我沉迷 忽然我想起 还有一句话 对石先生说 我冲出教室 对着远去的石先生 喊出了深藏心里的称呼 那年八岁 母亲去世 父亲不疼 后妈不爱 直到遇到爷爷 这个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的糟老头 温暖了一颗心 拯救了一个人 我是时光君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